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建一个平面,把分段数都改为1 然后我们看一下大家这个图的尺寸是多少 1640乘以16C9 诶,又忘了啊 16C9 这边是1640 然后我们把它往上拉,再复习一个出来 1450乘以1683 1683 1457 好,要拉过来 1550 谁举到这个上面 用选择个九十度 通过能把写制成。 在这串数论上 我们看一下 好,把它放到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看在达这个尺寸 先给它算件一个报纸 然后它的总的高度是C25 关度620 长度620,关度510 C20 725 这边是 这边是多少,又忘了 510,620 510,620 510,620 然后把它搭线掉 选择所有的边 右键双一独行线性 把它删掉 好,我们把它放到世界坐标的中心 NF3看一下 对象主性里面 把这个以挥式显示写的冻结对象给去掉 要把它冻结起来 选择后面这个模型 对它进行一个缩放 最好是把它这个手放到这个底部这里来 要再给它搓放一下 要再给它搓放一下 这个比例好像稍微有点不对啊 好 好,大概这样子吧 要这边这个也给它搓放一下 把这个手放到这个底部 然后再来搓放一下 OK 这个模型呢 我们把它这个 以挥式显示冻结对象给去掉 要把它冻结起来 后面这个也是一样啊 要把它冻结起来 OK 之后呢 我们在锁字图 先把它这个造型给它做出来 在上面画一个矩形 爽为一个编辑的样料线 你要选择所有顶点爽为脚点 然后我们把它往上拉 大概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选择这边的顶点 放到这里 然后下面呢 给它一个优化 这里加个顶点 这里给它加个顶点 然后选择这两个顶点 然后选择这两个顶点 然后选择这两个顶点往下拉 然后选择这两个顶点往下拉 好 然后打开我们的2.5维谱说 点击择这些点 拉到这个腿的中心,这边也是啊。 OK,达到这个比例就差不多了。 达到这个后面,我们看一下它后面的圆角。 那么我们选择这两个顶点给它圆角一下。 最好是给它一个损缺的数值,直接出一个50。 这边也给了一个50。 50好像又稍微有点多了。 好,给了一个35。 哎哟,搞错了,35啊。 OK,然后呢,把下面这边给它删除掉。 之后直接给了一个,个渲染。 35的话,我们要稍微,把它调大一点点。 因为,到时候我们给个温宁明华的话,它可能还会再给个8的边。 然后搭的这个沙石这里啊。 这里可以减少一些。 给个3需要。 好。 35,37吧。 然后,再把它选为可变,那么行? OK。 然后我们把它给了一个逗命的才是,才能够看的那边的那张照图。 然后我们把它给了一个逗命的才是,才能够看得见那边的那张照图。 然后,我们把它的逗命中的逗号,呃,句号吧。 爽到第二针。 然后,把这个才是的普通名度改为0。 之后呢,把这个才是给了这个模型。 要关掉自动关键点 要选择下面的这个面 选择下面的这个面 给它插入一下 再来一次 要把它剪掉 要选择这个边 还请选择 给它添加两条卡片线 好 到下面这里 再加一条卡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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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到这里 所有色调就可以不要了 这边都没有的话 我们先不用管 先试一下 给个温暖铃铃 再加一条卡片线 这样也还行 要这里再加两条卡片线 好 中间中间再加一条 要给它所有对上一下 好 这样就可以了 OK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 看的不是很清楚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好 然后我们给它创建一个圆主体 或者是些画线 你可以啊 在这里坏的线下来 右键结束 好 然后呢 再把它 拉到这边 好 然后把它转为可变的文型 要选择这个顶点往上拉 要选择这个顶点往上拉 给它一个斗铃的材色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冰接一下一截啊 它这个缝不太明显 所以可以把它缩成一个绳底了 好 然后我们在这里加的边 把这边先给删除掉吧 在这里加的边 往上拉 好 要是会是再继续加几的边 让我们就走 itself 试图 选拼 上面 我 那么 嗯 Gib 就是 打 OK 让它 再往下拉一点,大概到这里。 要把这个顶面给删除掉。 要是会是我们用剪接的方式,剪掉线下去。 这顶点稍微拉出一点。 或者用绘制连接,要把这边移除掉。 这边也是。 然后把这边移除掉。 然后这里再一个人连接上去。 这边给它删除掉。 稍微往这边移一点点。 然后再连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面给删除掉。 删除掉之后呢,我们才可以把它冰接在一起。 好,冰接之前呢,我们要给它添加一个卡片线,卡到上面去。 。 然后再来继续。 稍微往这个位置再加一条。 好,然后把它附加在一起。 。 附加之后呢,这个顶点。 在里面去的话,我们要把它往下拉一点点。 或者更改一下这里的布线。 。 然后把里面的那条给它移除掉。 恩更说要对个键给它移除掉。 。 然后这个位置最好是这样连接上去。 要把这条移除。 这边也是啊。 。 好,要选择这些顶点。 给它搭线掉。 选择里面的那个顶点。 我看它又到里面去了。 最好是给它剪接出来吧。 。 好,选择这边。 右键给它分割一下。 要把里面的那个元素给它删除。 选择这个顶点。 给它目标点焊接上去。 这里也是。 好,然后下面这个剪接拉下来。 好,选择这边。 右键分割掉。 。 要把里面给删除。 在这里呢。 在中间给它一个目标点焊接。 好,这样子之后呢。 给个我的比删看下效果。 。 这个。 这个。 这位置显得稍微有点硬。 好。 。 稍微调整这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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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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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下来就差不多了 要下面这里现在这样扭曲肯定是不对的 所以呢要处理一下下面这个位置 把这边这边移除掉选择这个面给它插右一下 再来一次然后右键把它打线掉 好选择环境选择给它连一条改变线 好这里在环境选择连一条改变线 这样的话这条线就可以不要了 下面应该再给它插右一次 好这样效果要稍微好一些 就这边多余的边都可以移除掉 不需要了这个面你可以再来插右一次 好 这样的话就给所有对上 翻转一下 OK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的效果 这里还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上面怎么是方的下面是圆的 上面怎么是方的下面是圆的 OK 这样的话呢我们 直接做个先做个方的也可以啊 好 或者先给它画个平面 好 把它爽为可变那边形 然后再把它拉上来 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这个位置 看一下它前面到怎么位置啊 到这个瓶子这个边上 这个也在它的外境边上 跟这条处子是在一个同一个平面上 所以要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你要这边也是 好 位置基本上就对了 然后呢 选择这个面 那么我们给它杀一个60 要把里面的这个给它分离出来 再给它一个厚度 我看一下它这个位置 它是什么样处理了 其实我看的不太清楚啊 这里 它好像是 嗯 好像是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圆角 还是杀就到里面去 我看的不太清楚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还是给它处理一下这个圆角吧 这样的一个圆角是吧 我们中间给它还请选择连接体的边 然后这里也在连接一个边 然后这里也在连接一个边 这边再连的边 然后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位置啊 这边给它切出一个边来 给它外出打平一下 这边其实可以这样 好 这边是呢 把它这样简洁出来 这里再简洁出来 要把这一面 给它删除掉 再调整一下 大概是往里面去一点 这个顶点往那边去一点 这里也是 好,拿到这个边边插 这个边沉底的往里面拉进去一点 但是好像稍微 其实也差不多 好 然后这里要添加卡片线 你要把这两个边右键给它嵌掉 形成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这样子的 大概应该是这么一个效果 好吧 那么我们继续啊 这边搭这个 这里不够圆滑的话 我们给它增加一些分段 在这里 环英选择0的边 好,这边这个环英选择0的边 哎 你要这里再加的边吗 这位是 要把连结到这里 这里再加的边 这里再加的边 然后连结上去 好,这边都可以不要了 要把这个边稍微往上拉一点 我们看一下搭这个位置 还没到边上 那么把它拉到边上去 好,再加的边稍微往上拉一点 所以我们的时间画得更好 谢谢大家 好,咱们 继续啊 好,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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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要这边的应该再给大家的卡片线了 拉到这里卡着这个位置上面的也是 ok 给个沃洛米华这样应该就差不多了 然后给它左右对上一下再给它歪一球对上翻转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